老闆娘我要那个2千块尾书是3的 农历年节过后到财券行 买瓜瓜乐 试试新年手气 决定挑选特定号码尾书 就是想买中头奖的那一张 过年期间的一些瓜瓜乐 高中奖金额的还有高面额的 那我自己是都会买来试试看 那其实为了提高中奖率 那我会参考一些网路上的一些说法 像尾书P42 还有其实台湾人比较不喜欢的4号跟13号 网路流传瓜瓜乐上的号码尾书 大有选机 2018年买82号中奖几率较高 或买尾数369等必中号码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每一本的中奖几率是差不多的 如果说客人当买一张没有中的话 可以连着号码买 那另外一个就是观察客人没有中的话 你可以去买他的前后号码 像这张投奖是客人邻机进来 他也是买连号 所以就中了投奖 2000万的目前还有两个没有开出来 千万投奖也都没有开出来 玩瓜瓜乐买一个梦想 替自己刮出大红包当然很开心 就算没中奖也做了公益 帮助弱势族群 三连新闻 谭雯姓廖志颖 新北市报道